刚刚睡好午觉 起来吃个方便面 昏天啊你逼的 嗯 这不是晚餐啊 下午餐 哈哈哈哈 因为我晚上还没想好 嗯 先垫一家对付 刚刚我给我妈打电话 因为我妈已经养了好几天了 你爸妈呢 怎么样 我妈说她这一片全部养了 我妈那一片也都养了 就没有抗原 嗯 现在国内的话 好像买不到的时候 我刚开始 我是在放开钱买的 很便宜 就放开之后网上一路的买的 但是当时价格一起的贵 好了 我就没买 现在呢 现在是有钱 买都买不到 有钱都买不到 有钱肯定是买得到 但是肯定是很夸当的假 没有门路 就是我现在没有那个 很多温助器就可以去 嗯 我已经买了一些 符合标准的 595的口罩 嗯 也是贵价买的 我们在泰国这边 因为他们已经开放 已经有半年时间了 都稳定了 就是 泰国这边不缺药 不缺抗原 我们想怎么做 一天错过5次 抗原都不要紧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你之前不是买了一辆 那个坦克山买的车吗 今天到了 明天可以去付钱了 付违款了 违款要付21万多 我先转给我妈了 我只能明天让她代办一下 先车不提回来吗 车不提啊 我跟她说了 就是先我们把那个税交掉 把违款付掉 然后等上牌的话 就是等到明年的二月份 我们回去的时候再上牌 她说这样没问题 因为你现在已经是年底了嘛 你如果现在把它上牌上交 你这个车就算是2022年的车 如果你是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 就是2023年的车 你到时候卖二手的时候 可以多卖一点 这鞋子那里应该没事吧 那应该不要紧 我跟销售我说了一下 你不会到时候人家挑剩下的 你能吃给我吗 没有没有 她这个车 编码有编码的吗 你自己 那个晚餐上不是有吗 当然是有那个 然后我们明天是最后一天 就是能感受 购置税减半的那个政策 我们购置税只要交9600块钱 她这个车今天刚刚到 然后明天是最后一天 又烫又辣 你不能吃了 我跟你说几次不能吃 这个结果点就别吃辣了 她每次吃到点辣的 我明明喉咙就很不舒服了 她每次吃点辣 你说哇这个好了 你没行你尝一下 有病的 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不动毒 动毒不下 不喝烫还好 不喝烫 这个坎克在麦 我们已经吃定了 两个月吧 我记得是 10月底的时候定的 当时好像说的是一个月 或者一个月出头就能有车到 12月初就到 12月初就到 那现在已经到了12月底了 也是因为 肯定是放开之后 它整个肯定忙 这个我们也都理解 反正好 但是赶上了 就是购置税减半 但是当时买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到 就是那个会开放啊 买了如果会开放的话 我们可能会先选择不买 就是等开放了 我们可以开着房车去 今晚玩嘛 那又是一种新的体验 就是没必要再买一辆小车 搞那个什么露营之类的 对 如果是想着国内开放了 绝对应该不会买这辆车了 嗯 但算买了就买了 买了就买了 对 因为我那辆奥迪SL的确是已经太旧太旧了 自己都不想开了已经 到时候我的那辆奥迪SL 我就交给我妈他们开 看一下前辈买的这个车哦 我们应该是在订单里面看是吗 车辆管理吗 嗯 不是 不是车辆管理 我的订单啊 我 新车订单 我本来想看一下我们是哪天订的 但是它没有个时间线 我来看一下 只有一个流程 下单机2022年10月3155点16分06 嗯 那就10月底订的没记错 嗯 两个人浑浑地躺在床楼上 哎呀 晚饭没吃就刚刚吃了一点点 呀 你们请接一下对话 哈喽 耶 嗯 耶耶耶 啊 拜拜 到了难道 哈哈哈 你这包包那里饭很快的 嗯 哈哈哈 他说 他说什么 什么 让我自己下来拿吗 我说 我不 应该是 大概一个意思就是让我自己 你自己下来拿吗 我说是的 那OK 他说 我点了两个外卖 一个网果糯米饭 我来了几天了都没吃到 还有一个就是肯德基 他说他想吃肯德基 我偷偷的想点外卖的 没想到卡绑定的是他的 他短信收到了 谁知道你用我的信用卡吧 又是什么便利店想吃的吗 再买点水吧 这两天我们消耗了很多时候 泰国这边的自来水啊 说是不能直接用的 也烧开了也是不能用的 我们好像刚开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吧 嗯 还烧水的 直接烧水 然后煮泡面啊 吃火锅 也还好 是吧 嗯 也有可能 我那只塑料的 怪不得有这么多水够 那只就是当时来泰国的时候 那个我之前断水磷断掉的那只呢 来泰国的时候用的 里面有好多水过 嗯 所以我们都是用喝矿泉水的 就是每天其实消耗掉的水啊 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这个也不准 芒果糯米饭 便利店 还有肯德基 便利店又买了60多块人民币 来 是 肯德基这酱料 这个是非常适合的给 我靠 十几袋 酱料侠 肯德基是不便宜的 就这么几块 249 250吧 没有 就跟国内差不多 差不多 50块钱 然后这个芒果糯米饭85块 里面都是纯纯的芒果 85块 17块钱 哇 他给这么多芒果糯米啊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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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一点可乐都没有喝过 咖啡没有喝 可乐没有喝 奶茶没有喝 吃吧 我到这里要么是喝水 要么就喝这个维生素饮料 嗯 嗯 我这要爆上 嗯 超了 嗯 超了 嗯 我感觉前面今天下午开始啊 睡个觉开始感觉就开始咳嗽了 一个 蚊蚊癢吗 肝癢 蚊蚊有硬癢 我希望只是感冒而已 因为你快好了 在我家开始 但是人家网上说的就有这么一个 就有这么一个默契 懂吗 就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一个人好的时候 另一个人才会开始 他会留下一个人照顾对方 有这么一个默契 你再照顾我 哎 他有原味机 是原味鸡 我不知道 我以为你买了鸡腿 它是有三个原味鸡 Fried chicken 是鸡这么黏 然后三个鸡腿 两个上销鸡块 那其实这个是划算的呀 这个肯定鸡 我以为就是一些小鸡腿 到了泰国每天就吃这些东西 是糊了 我们这 第一天 去吃的这么一个 第一天晚上去吃的那个 你刚才是比那个叶吗 嗯 我在拍食物我没拍你 那你再来 就第一天晚上下了飞机之后 去吃那个叶子吃那个活山排骨 别的就是 基本上都是在房间里面解决的 吃一碗糯米吃下去 新学了一个词 糯米 哦对 怎么念的 sticky rice 粘糊糊的米 嗯对 糯米 我是猜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糯米 然后我查了一下 嗯 哇 哇 这芒果超甜 水果榨汁 我爱喝水果榨汁 芒果真的很甜 它比的太实在了吧 关键先生 你干嘛啊你到底 你别碰到我了 勺子 好吃吗 嗯 一整个 我测试一下糯米 到底是不是 sticky rice 反正它外外没人 你见上面是这样子 粘粘的米饭 好吃了 太滚了吗 糯米饭真的很好吃 我们以前去吃过一家特别有名的 嗯 特别做那个BTS 就在一站BTS 就是sticky rice 看 出门就学到了新的知识 sticky rice sticky rice 虽然说我英语不太好 泰语也不知道 嗯 但是我这个人啊 会猜 嗯 只要让我听懂 后来看懂这两个单词了 嗯 我就能不能猜对 就是因为 你听不懂的情况下 你就特别会赞助人家的那个肢体语 人家的那个神态 表情啊 你懂吗 为什么虾子它的听力会特别好 哈哈哈哈 嗯 好吃 再这么带在房间里面 我整个人就要颓废的 都不想出去的 今天打包回国 病好了直接回国了 没有激情的 我买来到这里 第一天都有激情 在房间呆捏了 买了这个小瓶的这个夜窝 109株 我上次买那个 好像是个大瓶 169 低糖的 低糖的 有意不味 我等于晚上吃了三块鱼 我吃了三个鸡腿 然后你还那个 很多 太多了 我现在肚子有点胀 在泰国燕窝只有了 燕窝只有 你要买好一点的燕窝 这种都是 这个大品牌了还行吧 又得烫了 烦死了 你说我这几天会更重 你肯定没重 你吃的少 我吃的多 我吃的还少 我吃的不少 你看我 便利店的东西都快买了 差不多了 就是种类 我把我没吃过的东西尝一尝 你还真的挺能买的 没有我的产品 完全一样 对 我现在这个没吃过 尝一尝吧 这个是那种 珍珠 珍珠 珍珠奶茶 是这样一颗 里面是这个 哽啾啾的 还可以 外口有点甜 里面还好 还有这个 这是它的图片 这好像是锅巴上面 里面裹了一点 肉松小背的 那海苔和肉松 不好吃 甜 烫 嗯 甜 像是锅巴 又像是猪皮的 它不甜的话 还是挺好吃的 这个不是小老板的 但是我看它只要五猪 所以我买一个 满满满的裹了很多糖 就是感觉它脆的顶脆 但是好多糖啊 好甜 在泰国的名食 我偏喜欢鱼 就是海鲜 辣一点的那种 字幕志愿者 杨栋